说过歪门邪道 如果你真的很想练上半身的话 那不练腿其实长得更快 并不存在说练了腿之后可以促搞 然后上半身长得更快了 讲这种话的人肯定是没有练过腿 练腿后是很疲劳的 这种疲劳一定是会压制上半身的 大伙可以关注一些只练上半身的人 他们卧腿的确厉害 长得也快 因为没啥神经疲劳 计划推进是没啥压力的 如果是练腿的人那就比较可怜了 深蹲硬拉搞个大重量 至少得萎靡两周 所以像力量举计划里面有一个基本操作 叫做错峰安排 避免上肢下肢同时推进 所以不想练腿的可以不练 我也不散播焦虑 不练腿是没啥坏处的 你的腿正常爬楼够用就可以了 要不要练腿纯看个人目标或者审美需求 大家都是爱好者 能去健身房玩一玩就不错了 开心就好